今天我们讲一下怎么排版 就是氧化告火车机怎么排版 首先我们选择料盘 就是圆盘 然后我们选择各种材料 有氧化告的有蜡的有树脂 树脂包括pk 我们下面做了一个快捷方式 就是氧化告的 氧化告跟那树脂这些排版的类型方式 基本上是一样的 氧化告进入内部 然后下面是我们的各种磁块的类型 就是已经使用过的 一个方盘圆盘的 所有的 这个类型都在里面 然后我们选择氧盘的这种类型的 然后我们在这里添加牙齿 在这里添加牙齿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高度 跟着高度它自动会定义去选择高块 我选择一个牙齿 打开 它这里上面就可以看到这个H就是高度 8.4.4.4 那我们还可以添加其他的牙齿 那我们可以添加很多种这样的牙齿 我现在首先准备拍两个 或者是我们不要它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不要它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删掉一个 删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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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掉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牙齿所规定的对应的高块 它说它这里选择最薄的就是12的就够了 然后我们输入搜索比 那为什么这里选择8.4 然后它这个是122 就是用它一个搜索比 这里输入搜索比 默认先定义1.25 当然跟着高块的那个搜索比不一样不一样 然后呢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命名字 就说 就说 然后我们等一下去右下角子自动 它就会自动进入里面进行排管跟整理 自动排板整理的情况下 我们 发现它这个位置 牙齿的位置是不对的 可是我们一般是从左至右的去看 比如外围 比如外围我们是没有那个夹去把它夹住的 所以我们是从左至右去看 那我们 选择这个牙齿的时候 在这里也是可以导入第一步 从上面 从上面左边到右边 它是一步一步的流程 所以我们 我们这个牙齿呢 是可以从左 第一步导入 然后第二步模法 然后这些 琴枪种植这些类型的呢 不是可以 还有方向排板 对吧 加排板加自动感 这些都是一步一步进行 那我们实际用到的部署不是很多 自动排板的时候 第一步点击这个牙齿 导入 如果我们不需要 我们就可以把它删掉 如果我们还要添加 再加牙齿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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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就可以了 那我们 如果是排一颗牙齿的话 我们要做的就是 选择模板 根据这个牙齿的类型 我们就选择 我们选择缠告的 或者是联动中指的 对吧 然后我们选择 种植牙罐的 对吧 这些类型 其实我们现在默认的是 联动的 它基本上是可以兼容 传告 传类 卦 除了种植油 开口门的之外 其他的都是可以兼容的 然后我们选择模板之后 就下一步 选择模板 就是选牙齿 或者是这里一个传续 选择 选择 我们选择 加更多类型 充满的 然后我们下一步下一步 那我们形枪的话 它是自动默认的 90%以上都是自动默认的 只要我们导入了 电源线文件 那我们进行有些牙齿 就是我们这一个旋枪 一个方向 方向的话 我们是可以调整 因为调整方向 有些牙齿是可以排定的角度 那我们去或者是这个旋转角度 啊 旋转 可以旋转的角度 这个定义角度 你确认一下 然后呢 我们下一步 下一步 这个就使用到排斑了 这个是少计下单个牙齿 不用的 长条用 然后我们双击这个牙齿 左键啊 双击左键 我们点住左键 移动这个牙齿 移动的位置 我们外围的是可以出现的 内部是不能出现的 这个出现是不行的 你看这个是 出现也不行的 只要它碰到了 SB值不行 但是这个外围是可以碰到SB的 保值在0.5米上就可以了 这一步的话还可以旋转 选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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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住左键就可以选择了 然后下一步 我们 就支撑档排序 支撑档的话 我们 首先有一个 它有一个自动 自动档的方式 那自动档支撑档的一般 单刻牙齿 就是拍的很好 如果多颗牙齿的情况下 如果是我们调整 我们就手动调整 怎么调整呢 我们就是点住这个支撑档 我们可以删除它 也可以添加它 添加它 我们左键 点住这个牙齿 然后再点这个变燃 它就会自动生成一个 它是最终的位置 那位置我们也可以调整的 我们点它 点它的时候 它可以上下调 也可以左右调 左右的是摆 摆角度 然后呢 我们把它放大 放大缩小 是滚轮前后 滚轮前后 滚轮前后 然后我们点击 它那个 支撑档的干部 有一个变黄了 由黄变成蓝色 就可以移动了 然后我们这里 又被放大使徒 我们这里 最终的位置是最好的 因为它两边都可以 加弄得到最反面 加弄到的话 这个支撑档切出来 占的面积是最小的 然后我们去排放 每一个都可以移动了 牙齿跟牙齿之间 就是我们 假设这里有一个牙齿 我们就点这里点牙齿 它就会连上 一样的 然后 更注意它的根部 也是可以移动的 那我们一颗牙就三 支撑档就可以了 那我们直径也是可以更改的 直径的话 我们2.0 我们对自动输入数据移动 它会自动变化 我们保险的是1.8 以上 然后 这里有一个2D切销 切销的话 它是把支撑档 再加工完牙齿之后 有一个切销功能 但是国内很多的都是 嗯 不怎么用 因为它牙齿掉嘛 它拍的比较密嘛 那国外 如果是有需要用到的话就可以用 然后我们下一步就是直接可以计算了 因为这里有一个3加2 3加2就是转转方向的 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导很大的情况下可能用得到 导很小的联动就结合了 我们双击这个牙齿 然后一个3加2的角度 现在的角度范围我们是可以倾斜加工的 所以我们定义这个方向也倾斜加工了 然后我们确认 确认之后我们可以自定义的转化这个 就是自定义的那个选择它的原油的那个 紧缘线内部去自定义加工 或者是我们手动去加工这一块啊 那这一块它就会自动转个角度去加工 自定义的去加工 对吧 然后我们确认就可以了 这样之后呢 我们下一步就直接可以计算 计算的话 这里一直保存这个实块 然后计算一定要保存吧 扣起来 然后我们有一个批量计算 就是在后台计算 然后后台计算 我们可以在后面计算之后 接着这里 然后我们现在在这里计算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